而且 易少阳也很想跟道元见上一面 那行 你要是没什么事 咱明天上午就出发 否则再过两天 就是元旦了 车票不好买 那行 你要是没什么事 咱们明天上午就出发 否则再过两天 就是元旦了 车票不好买 易少阳答应下来 对了 太阴山那个勾魂使者 找你没有 易少阳摇了摇头 我没看到什么勾魂使者 老郭说道 那既然师父提醒你了 消息肯定是没错的 总之 你小心点 回到殿堂里 吴家伟还在那里 削木头住建呢 易少阳问他 跟不跟自己回去 吴家伟表示 自己要留下来继续住建 易少阳只好游着他了 从老郭这里离开 易少阳打车回家 之前周静如 倒是送了一辆车 给他和瑞朗玉 但是易少阳没有驾照 从民国回来 车子就送给老郭开了 在车上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易少阳拿起来一看 顿时就争住了 屏幕上显示的名字 是岳父两个字 一股大事 因为瑞朗玉父母双亡 师兄也挂了 他只有一个师父 是最亲的 易少阳跟老爷子 处得也不错 就开玩笑 把他的名字 存成了岳父 本来在一切发生之前 易古大师 笑来主持 他跟瑞朗玉的婚礼 结果他去了民国 等他从民国回来 一切都完了 他给易古大师打电话 一直都是关机的 他也听老郭说了 在他当时失踪的几天之后 易古大师来了 听说了情况之后 在时程待了一个礼拜左右 没等到自己回来 就回去香港 眼下突然收到了 易古大师的电话 叶少阳一下子有点懵了 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情绪 然后接通了电话 少阳 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只是感觉苍老了许多 失望 失望 电话那头 沉默了许久 易古大师说道 我听说你回来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 我挺好的 您老人家呢 我就这样吧 我现在在厦门呢 你有空 可以过来 我想见见你 哦 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急事 就是想跟你见一面 不着急 当你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再过来也不迟 我还住在以前的地方 你知道位置吧 知道 那师父 有些话 见面再说吧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易古大师说了几句 似乎有点累了 不等叶少阳说 就说再见了 挂上电话 叶少阳捧着手机 整整的发呆起来 内心产生了一股 无法抹平的愧疚 自己当初在老先生面前承诺过 要好好地照顾冷遇 结果 还没等到结婚 就把人给弄丢了 在叶少阳看来 这个不管怎么说 都是自己的错 好在自己还有机会去补救 第二天一早 老郭就开车过来 接叶少阳去车站 路上叶少阳打开 他们捉鬼联盟的微信群 说了自己的行程 表示两三天之内就回来 结果张小蕊立刻回复 师父 你好久没带我出去混了 我要去 下面还配了一张 一个人提着 四十米大砍刀的表情 叶少阳笑了笑 回复他一个无奈的表情 然后安慰了几句 张小蕊知道 他是去办正事 也没再闹 叶少阳和老郭坐在这班高铁 从石城到樱坛 一共四个小时 下车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两人下车之后 滴滴叫了个专车 直搬景区 昨晚 老郭已经跟张无声联系过了 说了要上门的事 因此张无声 在景区外面 安排了两个弟子接待 但可能是快到元旦的缘故 龙虎山上游客众多 两人费了番周折 才联系上的两个弟子 然后被领着 抄小路上后山的宗门 到了山门 一个自称是张无声 贴身弟子的青年道士走来 十分客气地跟他们打招呼 亲自领着他们前往正殿 我师父听说叶长教和郭师叔要来 一早就在大殿等着了 请二位稍后片刻 我这就去请我师父 那弟子进入偏殿半厅 也不见出来 叶少阳实在等得无聊 干脆穿过偏殿 想进去看看动静 结果一伸头 那弟子正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 张无声坐在蒲团上 双手捧着手机 聚精会神的 嘴里还咕弄着 让他们先等一会儿 哎呀 来得真不是时候 你给他们上茶 让他们再等一会儿 我打完这局 居然是在打游戏 那弟子难为地说道 师父 他们都来了有一会儿了 您看这 不然我替你打 就你那技术 坑得要死 再等等 五分钟 最多了 嗯 叶少阳干咳了两声 张无声抬头 看到叶少阳愣了一下 想笑又不好意思笑 脸色无比尴尬 起身把手机交给那弟子 傅儿说道 输了 你这约的利钱就没了 冲着叶少阳笑着笑 叶长叫 见笑了 见笑了 来来来 我们出来聊 师叔好雅兴啊 我就是打了一局 本来估摸着 你们来之前 能够打完的 结果一局打了四十分钟 来到大殿里 张无声招呼一个弟子过来 重新上茶 跟着叶少阳二人 寒暄来几句 老郭道出了此行的目的 圣灵慧 就是你们上次说的那个组织 张无声听他们讲了一遍 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 皱起了眉头来 快把那些东西拿给我看看 叶少阳把圣灵慧搜罗到的神像 和神龛底座 头是拿出来给张无声看 张无声研究了半天 也辨认不出 主动说道 还是去找我师叔吧 我昨天晚上已经请示过了 他愿意见你 转头对着老郭说 你就算了 我师叔只见少阳一个 老郭说道 我明白 张无声说 你也别多想 不是地位什么的 我师叔最近皮小点怪 一般不见外人 连我都不能随便见他 他见少阳 也是有原因的 行不行吧 咱俩在这儿打农药 张无声一下子来了精神 你也会 我女儿教的会一点 行行 我最近也学会了 来来 咱们打双排 张无声找了个弟子 领着叶少阳去后山 然后把自己手机摇回来 跟着老郭一起 双排农药